这个区域环境我们大概会取那个九个点 就是把它这个当一个方块 然后切成那个一个九宫格 然后在每个 然后我们会以这个桌面环境去做一个做量测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人员将照度计 依序放在会议室的九个地点进行照明检测 希望确保上课学员的视力健康 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手去碰触它 另一位同仁则是到机电室打开配电盘 先用目测确认线路与接点外观 再透过红外线热显向仪器检测用电温度是否正常 比如说像这一边 这个是接地点 看起来是有温度有高一点 可是它跟周温相对的这个温差率也没有很大 所以说是正常的 这是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举办的公益敦亲牧林活动 在过年前夕 特别向喜安儿基金会购买多项连菜 再将连菜与物资赠送给专者 照顾心智障碍者的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附设永爱发展中心 满爱心送爱心外 还提供专业检测服务 让永爱发展中心安心过好年 过去这一年 对我们台湾也好 对前世上是一个疫情变化很大的一年 那对一些弱势的团体也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那台电秉持这个社会责任 那把这个爱心希望照顾到最需要的身上 所以我们透过公所的协助跟指导 那我们找到那个喜安儿基金会 想说我们一些需要像低基金 因为他们辅助的对象 需要一些吃的 最需要的是吃的东西或营养的东西 我们可以送福到家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台电也是 注重这个有电物的这个专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洛斯坦里 它的用电场所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提供一些用电安全的检测 照明的检测 希望说他们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安全的环境能够照应一下 台电的扇行议举 让成立将近15年 目前服务40多位心智障碍者的 永爱发展中心方面相当感谢 一方面就是说在社福组织 我们专业是照顾孩子们 那台电用它的专业 它的Talent来服务我们 然后帮我们做一个节能的用电的宣导 跟教导 还有就是说教我们一些用电安全 那我觉得很好 再者就是说 它也结合了庇护工厂的爱心物资 然后来给我们的孩子使用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在营运上 解决了很大的困难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台电 这样一个好的社区领理 对于台电不只提供稳定的电力 还主动回馈社会 到场的台北市信义区区长陈冠林 与当地山里里里长翁信利 都非常肯定 非常谢谢台电 就是特别找到我们信义区的 这个第一基金会 那一起来做这个年终的送温暖 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刚刚也看到 我们台电非常用心的准备了 很多很多的物资 而且这物资还是特别 跟喜憨而买的嘛 那等于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善的循环啦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活动 它是一个抛砖引玉 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弱势的 这一些族群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台电现在办这个活动真的是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感觉还是希望多多要宣导啦 台电方面也期盼借这项活动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鼓励更多社会资源共同投入关怀社会弱势 让爱的循环不间断 韩东宋卵有爆炸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